今天准备上线打一下这个冠军联赛之后呢 我发现哎 这个阵型不是前阵的职业选手打58秒三星的阵型吗 但是我原本想布克他打法之后呢 发现他阵型跟那个选手打的有点不一样 他的城堡呢 是在这里 然后那边的话只有一个单头跟一个英雄 那改了的话呢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思维去打 首先呢 换上我满级的穿衣件 再换上我九级的天使满级穿衣件呢 1950的投资物伤害 然后这个天使的话呢 可以召唤两只六级的天使 这边呢 有两个小屋跟泳王紧爱着擎天柱 小屋是18生命穿衣件可以直接秒掉 那么擎天柱跟单头泳王在家三闪一阵呢 就可以带走两个隐身塔呢 也会被穿一件触发 那么等一下跟曼大部队呢 就从那边冲过来就可以了 ok 配兵没有问题 直接发起进攻 闪时战 开局的话呢 先用超球冲进去把防御打掉 好 这边哎 不小心冲到箭桃那里去了 那我们呢 再加一个空头箱 很好 这边的话呢 再用超蛮断一下 很好断完之后呢 我们中间就划大部队 划完大部队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从另外一边下女王 然后触发这个隐身塔 大部队就可以冲进去 哇靠 习惯黄大部队 黄之后呢 下伤王 忘记留个女王了 没事 解决完病人之后呢 我们准备好女王 瞄准好角度 直接放手大招 好 直接打上去 那么 a 到大饼之后呢 两个隐身塔呢 就直接丢出来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靠 跟曼五神都缠了 给个治疗 回点血 然后发现也不行 直接再给个金身 双重回血 好吧 直接拉到满血 这给个狂暴 直接冲过大本营 虽然说这个女王没有下那边 但不要换 因为这个阵是网红阵 其实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打 上面的话呢 空头箱呢 也是收下来的 你如果说你手上有这个阵的话呢 赶紧去换掉吧 这个阵的话呢 其实很容易被三星的 随便打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下面就交给我们的冰冻战神吧 下面也只有几个小白玉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冰冻截 随便冻吧 几个雷电呢 也就披下去 嗯 也是成功拿下来三星 所以说前夕这个女王下错地方的啊 可以说是失误了 然后药水的话呢 带了几个雷电也是相当是白带了 但是也是拿下三星 对吧 不过话收回来 如果说刚刚穿一件从这边 哇靠穿过去 四个电台也都一起穿到 那其实视觉效果是非常的不错的 太可惜了 一个完美的视觉效果素材就被给自己这样给糟蹋没了 我真的是哎呀 没办法呀 这习惯性手滑这跟着就是 很快嘛 这大部队像之后就下勇王蛮王这些就直接就女王跟上的 就就忘记留个女王了 ok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